如果我们的玻璃很幸运的话 被草落起 其实是很容易切的 如果玻璃被草落起的话 一定是很容易切的 如果我们的玻璃 不在草落起的时候 或者在凹凸位 就会比较难切 因为你的力水和感觉有少少不同 如果我们的玻璃 像我现在的玻璃在这个位置 凹凸不平 又不是在草上面的话 就变成了 是变成了 是变成了 跟刚才是不同的 切平 你看到 如果这球不撞 其实是飞在后面 因为这些凹凸位 所以在下棍子 你不可以 一定要向下棍子 一定会 如何说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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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玻璃被草落起的时候 我可以横一点 也就是 可以这样切刷的 姿势 好像刷的姿势 但如果 玻璃被草落起 在凹凸位或是没有草的地方的时候 变成我不可以这样掃 我一定要在上面打下来 那就危险些 类似草的那种 如果我的锅不是被草落起的时候 是在凹凸位的位置 因为我掃不到 如果你的凹凸位是很难触碰到锅 如果你用这样掃的话 这些就危险些 而且锅落下了锅之后就输得快些 现在我用掃的方法 就是这样掃 尽量尽量 就是希望在旗位 够回 一匹就搞定那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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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切第二轮 其实我们切瓶最容易切 最希望就是波给草落起 所以当你的波给草落起的时候 好像这样 你用什么棍子都很容易切 因为你是很容易触碰到波底 但如果我们突然间 那个波不幸 落在凹凸不平 或者在半草半泥的地方 好像现在这个位置 这样 这些位置是最难切的了 因为你的波没有浪起 变成你支柜一定要吃到波底 那波会出到去 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个 这些是一定要练的 不要在那些 之前有些视频都说过 我们练切瓶千万不要 在那些漂亮的地方 练切瓶是没用的 到时候你落到墙 那波不要踩落在那些凹凸位 或者 那波没有给草落起 然后你就是 知道什么方法切 所以我们练切瓶的时候 尽量就 那些波放在那些不漂亮的位置上切 很快 因为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凹凸不平 你变成了你 是不可以用我平时的质瓶 那个 即是 掃的那些质瓶 即是这样 你很难规触到波底的 除非你的波 好像这样 给草落起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用平时的质瓶 即是掃的那些 是容易一点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波一落在那些凹凸位 没有草的地方 那你这些 用回刚才的质瓶 即是掃的那些 就很难的 你很难规触到波底 变成这个质瓶就是 变成了你落这个 就 直一点 即不是掃的那些 是由上打落那些 可以吗 呢 但是 昨天